英超有很多轉會新聞 大家也知道 Big Six 特別是阿仙奴 在這個轉會槍內很興奮 現在簽了俠域斯 亦準備迎接迪琴埃斯和添把 即是開飯 開完飯便添飯 還可能還簽 野心很大 利物浦也簽了兩個中場 阿魯麥和蘇布斯麗 未來也很可能會簽 譬如欠納拉肥亞 譬如杜林仔仔等等這些球員 還有中堅 亦都適用以待 曼聯也簽了梅森 接近接近就簽了奧拉肥亞 以及開洞 儘管看看簽不簽到 就算車路士也清了不少貨 找到中東水 幫他接收了不少貨 也很厲害 那麽尼光股也來了 就算是熱刺 也有詹斯麥迪森 索羅門 維卡利奧 還有新領隊 曼城 曼城的高華錫 亦都在針對黑羅地亞的面罩 加華島 等等 甚至紐卡蘇 紐卡蘇也簽了東拿利 亦都說有傳接近簽了哈菲班尼斯 英超可以說是元貴之後比較活躍的聯賽 大家的轉會 即是 那些觸目的轉會體系在英超 似乎是 如果法甲 法甲也有不少 當然法甲就 一對球 只有一對球 大家眼光一說法甲 大家看的一對球是PSG 其實都不少動作 譬如你簽了安力基 找了一條刺頭安力基 所以就做教練 頂看這個Gadia 就做一個新任教練 美斯走了 尼瑪也在醞釀走 簽了什麼呢 譬如韓國仔 李康仁 最近也簽了盧家鄉南迪斯 不過這個盧家鄉南迪斯 也算是代表作 一個簽約 一夜 激怒了三隊球 即是不得之了 即是激怒了這個拜仁的球迷 然後 本身因為他是馬賽人 馬賽人本身跟PSG不適合 PSG的球迷也不接受他 馬賽人本身也覺得他在什麼 又覺得他在PSG都離譜了 這傢伙也不得了 那麼 Anyway 都簽了 還有其他轉會等等 所以PSG也有很多轉會 但是這樣說 雖然有很多轉會 但是大家的目光是否擺在轉會上呢 又不是 焦點為甚麼呢 因為有一件事 又令大家轉移了 大家聽到PSG 那麼想到是誰呢 不是美斯尼 還有誰呢 是麥總 是吧 大家聽到說 怎麼說來說去 為什麼沒有麥總份呢 就是 麥總 沒有說走 沒有說走 沒有說什麼轉會 但是麥總又做什麼呢 就是 麥總 因為 這位呢 就在上個月呢 就宣佈了 就說 不會呢 就跟PSG 即是啟動那個 自動續約一年的條款 喏 由於他那份約呢 就 如果不續約 不啟動那個 自動一年的條款呢 就在2024年呢 就到期了 即是說 你上個月才說 即是剩下一年的時間 嘩 立即拿手不成勢 PSG 是吧 嘩 被你踢完今季才走 那麼我們一個先都沒有 駕駛也沒有剩下 在你身上 花了花了不少工資 那些東西 現在那時候 被你一個先 都拿不到 那麼 就 什麼 就是 就要這樣 就放走你 無謂這樣 那 然後呢 就想著 戴蜜總呢 就聲稱 我這個夏天 我不會轉會 我會 在PSG 踢完他 嘩 你這樣說 更加什麼 更加 更加害怕 老闆就說得明白了 卡塔二樓 有王 就說得明白 就說什麼呢 你一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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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呢 就今個夏天走 麻煩你 求會 沒有可能 是給你什麼 免費走 這樣 說到這樣 但其實 又這樣說 你求會 又有 又怎樣可以說 不給他免費走 我真的很想知道 就是 已經證實了 物種自己都出了 post 證實了 就拒絕跟PSG的延長合約 隨時就可以了 卡塔二樓說得挺搞笑的 他就說 球會的立場很明確 如果物種 想留下的話 他們也想留下 但是 物種又必須簽一份新約 就是說 PSG沒有可能 給世界上最佳的球員免費離隊 這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 他說 麥種自己也說過 是不會自由身離開的 所以 球會對他表明 希望在明年夏天離隊 感到很震驚和很失望 他說這些不是他應該做的事 如果他現在改變主義的話 也不是我們的問題 就算他說要走 可以 大門永遠為他移開的 那麼 他說 他也重新說 麥種就是一個 good boy 也是一個 gentleman 紳士說到說 他免費來到 將會大大失落了法國最大的 那間球會的實力 就是 他說是時候要決定自己的未來 他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不用急 如果他真的不願意做的 不要緊 突然就會能讓球會的islation 帶他離開的 leben用! 因為他覺得 沒有者可以凌駕ро 也包括我自己 這個游王 其實 宗feh點說 人家不給你續約 免費離隊 你也是說我是 Hypnants 不是說 這是這些 nope 要不做 要pload 那麼要不要想簽 大家能不能搭 其實這個邏輯是很有問題的 即是你現在就要人要是續約 要是立即離開 要是要人給了錢才離開 那你想怎樣呢? 不是對對都即離開 你知道物種的身價多高 你猜對對都簽到嗎? 有這麼高工資 沒有人出價 賣不到 那又怎樣送他走呢? 又怎樣拿回渣拿呢? 所以很有趣的 這傢伙真是說話很有趣 以為自己在中東這樣瘋狂的 那麥種 單野 麥種一說不延長俠約 立即搞到滿城風雨 為甚麼呢? 今集我們可以看看麥種 還有可以告訴大家 一個叫做鯉魚的故事是甚麼呢? 即是我們的俗語叫做 養狼狗 咬春袋 即是可以看看 今集這條影片之前 也呼籲大家入隊朋友 麻煩訂閱和分享這條YouTube頻道 麻煩大家訂閱了 還有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希望可以在下方留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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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再加上YouTube的推播機會 聲音直播已經結束了 那就要先下季 但現在平均每個星期 儘量抽一晚出來 和大家更新傳媒新聞 希望大家也訂閱了 進來一齊看 無論是六播 看六播節目 留下留言和直播節目 如果當時進來出水也好 留言的東西以禮相待 互相尊重 謝謝 還有就是Follow my Patrick 羅宇渡的IG IG這條人 麻煩你 蜜總 蜜巴比 在摩納哥出身 在摩納哥打起之後 當然起多之作 幫摩納哥進入了1617年歐聯四強 黑馬姿泰 打起了真的整隻摩納哥 但蜜總是叫做最 最銳利的一個 因為 年輕 18歲仔 看得這麼厲害 然後在17年的夏天 立刻就被了PSG的邏誌 就簽入了 一直看PSG 接著他都扶搖直上 逐漸更加成為了一個世界級的球星 亦都幫法國拿了世界杯冠軍 那麼 到後來 跟他同期一齊來的尼馬 再加上後期 加盟的美斯 可以說都組成了這個 很多人 夢寐以求 甚至覺得只有打機才會出現到的組合 這個進攻組合 那麼當然 效果如何呢 又未至於預期中那麼強 但是 只看升級陣容都已經夠好 那時候 蜜總雖然說是留在法甲 但是 表現也是 佔出成熟和有進步 比起當初進步了不少 那麼法甲 老實說就是PSG 怎會 不玩完啊 是不是 怎會不玩完呢 那麼其實蜜總那份藥 就 Supposed 就已經在這個 呃 應該沒有記錯的話 就在去年 去年就已經 是 完的了 但是 最終蜜總 就是大家 想著他也是說 去和馬 大家都覺得他會去和馬 但是最終 蜜總是令人意外地 上年夏天 決定續約 我沒有記錯 本來是今年 本來是今年完 今年完的本身 大家想著他將會去和馬 誰知不是 一個溫比十 就續約 續約之後 就 就 留在PSG 可以說過了和馬一洞 不多不少 那份藥呢 雖然說2025年 但是其實是2加1的 即是說 去到24年 兩年死藥就去到24年 當中 蜜總是有權 行使加1的條款 自從續多年藥 留在PSG 但是 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呢 大家會覺得 不是會留得好地地 PSG又玩得 那麼高興 當初他續了這份藥 更加有傳 有些條款就是 他可以在不明 不明 不明的條款 墨總是有權 享受到管理層的權力 甚至乎是 教練的任命 委任權 要經墨總同意 才可以委任 是這樣的 說得那麼大 所以這個 物種的名字就是這樣 打算OK吧 在PSG你都可以 橫行霸道 不是 歐聯 PSG 衝擊歐聯 都失敗而回 最接近那一年 已經是20年了 不過入到決賽 就輸了給拜仁 剛剛那個季 也是輸給拜仁 在這個 16強的時間 沒得打 總之應該不知道是不是 心灰意懶 連續這麼多年 都是 歐聯也是搞不定 都是武漢 有點心灰意懶 所以這次就立即在上個月提出了 證實了 不玩了 不是PSG 即是覺得PSG 不可以再為他帶來什麼 很多人會說 這次會不會又找馬克龍出手 馬克龍 因為這條死左膠 在上年 有傳真的是他的 他也證實了自己 就是出手 勸勿物種留隊 留在PSG 物種之後才續約 他覺得為什麼 物種留隊對法國足球 甚至法國人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物種 在現在法國來說 是一隻手可以的球星 如果法甲 如果再這樣流出來的話 就不行 雖然說不斷有新星湧現 但是 法甲也要留一些東西給自己 法國足球也要留一些東西給自己 以及 在馬克龍心目中 物種是 是國家英雄 又幫法國拿了世界杯冠軍 剛剛 那個決賽 雖然法國最終屈居亞軍 遺免失敗 但是物種 整場決賽 表面 是有個擔大力 所以說成熟了 雖然覺得 所以說所說 但是今次 馬克龍就沒有出聲 一來 覺得 物種 都沒有說什麼 怎麼說呢 雖然說又驚動到他 但是似乎今次 馬克龍就沒有怎麼出聲 即是可以叫做什麼 他的指示 回應報道的時候 他會嘗試推動流隊 但似乎今次 就不是 如意算盤 不是打得那麼響 因為一來大家都知道 又看新聞都知道 近期發覺 打到七彩 你這條死左膠 就是沒有啦 玩完啦 自己還沒猜得到 用猜物種 但是物種現在就已經 說明 不會什麼的了 最近物種也有一個訪問 訪問 搞得 PSG都很頭癢 因為這個訪問是什麼呢 物種 就說明接受 法國足球的訪問 他是炮軍球會的 他就說他自己是一個什麼 當被問到 未來和離開PSG的可能性 的時間 物種沒有正面回應 但他強調是希望贏到歐聯 他說他是一個競爭者 踢球為了勝利 為了victory 無論是和誰一起踢 無論穿什麼球衣效力 哪一隊球在哪裡踢 或者什麼年紀 在什麼時候 他永遠都會滿足 他只是想贏 想贏到歐聯 對於PSG的衝擊歐聯多年 都是失敗而回 他已經明顯看到很灰 他說他根本也不知道 PSG這間球會 基本上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就是缺少什麼 可以贏到歐聯 對他來說 這不是太大問題 他說你必須要跟 叫做什麼建立這隊球的人 去談談 他說他就只是盡量做好 盡可能做好自己球員的 責任的工作 他說是發甲運連續五季的最佳球員 和最佳射手 他都說到了 他認為失敗 球的失敗就不關自己的事 他說整隊球已經到了 到頂的了 沒得再進步了 他說有時候在足球裡面 你會面對所謂的天花板 現在PSG就是了 所以說對他來說不是太大問題 對高層來說才是 他也說 甚至在訪問也說 他自己在PSG是被球迷 看輕的 輕視的 他說不會怪他們的 因為在法國 他們整班球迷都看著他 大的 那麼多年看著他一路入球 他說從來都沒有抱怨過 表現是被輕視的 他說在PSG對他 已經沒有太大幫助了 因為這隊球只是分裂 不斷的分裂 一間分裂的球會 所以呢 當然引來會留言 很多事事非非 留言非語 但是 就不會弄到我的 因為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知道自己想怎樣 哇 蜜種多有型 但是這一段訪問 當然 當然明白蜜種說真話 但是這段訪問你說真話 預了什麼呢 就預了夜來一定被人說 這件事也引來 有傳說 引來了PSG陣中六名的隊友非常不滿 其中六個包括有兩個是金國夏天才加盟的 球員 就覺得不滿了 有傳這兩個一個叫阿辛斯奧 一個叫史堅尼雅 不知道是不是 那麼 六個就立即直接告到上去 就告預了 就跟卡塔爾魯投訴 卡塔爾魯自己也是 批評蜜種 說這一句 這個訪問說的話 完全對球會有一個 Shame 侮辱 以及覺得他是在玩分化 那麼就這麼說吧 卡塔爾魯你搞對球 你以為有錢就行嗎 以為是銀子銀子銀子又成功之道嗎 搞球不是這樣搞的 你看你花了那麼多錢 花了那麼多年 老實說 曼城跟你差不多時間這樣去花 人家拿到歐聯 人家為甚麼 花得其所嘛 花得對嘛 你看看你花了甚麼錢 你蜜種 那又怎樣 你打算圍繞蜜種建立對球 你看到他那個人的心都不是在這裏 你反而 打算踢走甚麼美絲 尼瑪的不緊要 但是問題 你最慘的是 你那個所謂的重心都不在這裏 你認為他真是 當初 可以叫做 跟你續約 不要去皇馬 你以為甚麼 一來錢啦 當然啦 你這個人工可取嘛 如果是的話 他跟你續約多幾年約啦 怎會續約那麼少 如現在日那樣算 是不是 還有現在的蜜種呢 打死都不走 為甚麼呢 因為 如果只要他完成 未來的那一季的合約 他就可以拿到 有傳馬都多 但是 一億歐元的一個忠誠金和一些獎金 為了一億 你是蜜種 你怎樣選 我是他就打死都不走啦 老實講 兩邊都不抵爭的 但是問題 對著這間球會呢 蜜種金舖我撐你 我就想看看 我就吃菌花生就看看 當然啦 如果蜜種走 有哪對球 可以接近他呀 都是皇馬的啦 老佛爺雖然上次被人過了一檔 就好像很生氣 但心底裏老實講 他也是想襲蜜種遊的啦 蜜種想去皇馬都不出奇 雖然說有傳 又說阿仙奴 利物浦 都想簽 也說有機會 但是 問心一句呀 問心一句呀 一來 你來到之後要圍繞著他 去建立 他又很萬能煩的 二來 又沒有那麼多錢 給了轉會費來 就給不到人工 給了人工來 轉會費又煩 就算好了 不用轉會費 真是自由轉會可以談到 給了人工 簽字費也添聞數字 麥種的老母都是很煩的 做他經理人 大家不要忘記 跟拉比老母有得廢的 這兩個老母都很煩的 因為法國專出這個群腳仔 所以麥種這件事 真是有很多花生吃 但是也告訴大家 有錢又如何 有錢 出銀子 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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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養狼狗又咬春袋 卡塔二老 我真是恭喜你 你不可以給麥種免費離隊 要是他現在續約 要是他要賣走 那你賣走去哪裡呢 買來結支 買來趕超 你夠不夠薑 要是說他一年 我也想看 我買不夠薑 說他一年 你說說他整季嗎 他不走說他整季嗎 馬克龍又出面 又來 接下來二四年 歐國輩 說他整季 沒有狀態 誰怎樣踢 就算你說他整季 你認為黃馬不會簽他嗎 一樣會簽 豪一季給你 所以 最終你打算續了他 在他續了一物種之前 誰知道原來最終主導權在球員那裏 對的 沒有球員可以凌駕球會 但問題是你把主導權放給他 給了他 你給了那麼多權力 現在人家就知道了 養大了他 養大了我的胃口 看你怎麼搞 有錢 你有錢 能否解決得到 就看看 今集時間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你 放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 還有在YouTube按鈴鐺收通知 正常來說有新節目 和Live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 Patrick 樂遠路的IG 因為逢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推出post 亦會訂上IG story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Bye Bye